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闻新闻一开始 赶快带您来关注的是 奥运最新赛况 台湾羽球男双王麒麟 李洋四强战晚上6点开打 再次强碰世界排名第二的丹麦组合 而双方激战之后 王麒麟跟李洋逆转 以2比1击败对手 最后甚至相差10个赛末点 连两届杀进金牌战 激战将近一个小时 羽球男双组合林洋配四强赛 要迈向金牌战 小组赛后再度交手丹麦组合 资深男双 台湾时间晚间6点开打 双方以18比21 21比17跟21比10 拼了三局 以10个赛末点前进冠牙战 台湾黄金男双林洋配 以5连胜之姿挺进四强 接下来距离奥运2连霸只差一胜 要跟中国队选手争金牌 而在赛前 粉丝一早等在场馆旁 就是要亲口跟林洋说声加油 因为比赛也很糟 因为丹麦组合目前世界排名第二 跟林洋配在小组赛对决过一次 当时第一局21比15 第二局对手收下 第三局21比15 苦战了66分钟才获胜 当时黄金林就说 他们的发球带很多旋转 比较像是心理战 双方过去交手9次 这一战真的不好打 其实对到他们一直以来都非常不好打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非常精彩的准备 因为他们的防守跟发阶发展 还有一些战术的应用 非常的熟练 所以我们要小心 不要掉入他们的陷阱 男双组合林洋配持续闯关 目前已经跨界连续11胜 接下来再闯金牌战 力拼奥运2连霸 在最后一五的路上留下最好回忆 TVBS采访团队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 这场比赛真的是 来看到这场比赛 四强战对上丹麦组合 这个对手世界排名第二 实力没话说 小组赛我们曾经赢过一次 但赢一次不代表可以赢第二次 在这场比赛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林洋配是先丢第一局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丹麦组合老球皮了 他们不断运用发破发的方式 去影响林洋在接球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个比赛 第一局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先丢了一局 学台观众 相信你们都跟我一样紧张 很紧张 但是没关系 来到第二局之后 现在林洋掌握了局势 第二局反倒是以21比17 拿下了第二局 来到了1比1之后 第三局开始打开了手脚 大幅的领先 来到第三局 甚至一度取得14比7 两倍分数的领先 所以一路没有悬念 扬长而去 看不到车尾灯 最后2比1逆转 击败了世界第二的丹麦组合 各位观众朋友 这就代表了林洋配 要连续两届奥运 进到了金牌战了 上一届冬奥 我们拿下了金牌 这一届林洋配 再次来到金牌战 这也就代表 我们现在是坐二望一 保赢的一个情况 也确定本届中华队 第二面奖牌 就是由林洋配得下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冬奥夺牌之后 其实林洋历经了一段时间的低潮 但现在已经慢慢的 把状态拿回来 当时在林洋配拿下 冬奥金牌的时候 他们在很多公开赛 反而是成绩起起伏伏的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 拿下日本公开赛的冠军之后 林洋就表示 这一次的奥运 是他们的最后一五 尤其是李洋已经说了 这一届奥运 是他国际赛最后一场 接下来回到台北之后 打完地主的比赛 他就要宣告高挂球鞋 没关系 高挂球鞋是于先帮中华队 你们真的太棒了 尤其是从小组带到现在 已经是本届六连胜 跨奥运十一连胜 就是说现在奥运没输过 不愧是为大赛而生的两位男人 说这是奥运双子 一点都不为过 而且在这比赛之前 其实李洋在金门的父亲 从金门飞到巴黎 来帮他加油打气 铁血式的教育 才能够教出这么优秀的儿子 而且可以看到林洋 已经近期到现在 他们要对的是 中国大陆的组合 所以如果能够顺利 击败中国大陆的话 就可以完成金牌二连霸 我们来听听烧岛之前 李洋复兴的访问 毕竟是最后一次 他也表达过 那我觉得说 因为他有办法 到今天 我们是一拍一拍的 这样进入他一起 那我跟他 因为引导他到这个领域 那当然 我有责任来看他 最后一场球赛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厌望 我知道他一定会潜入 他们这组现在也开始 就是我觉得他们最重要是说 调整得很好 这一组 应该是说差不多一个多月 这个一个多月 大家是国人也发现到 有目共睹 今天能够到这个地方 我相信他们是有经过 很大的调整 包括他们的教练团在那里 所以我会来肯定 我们国家的这种教练 所以他这一次 他非常的在乎 非常的在乎 因为他是最后一次 他也有一种事实 要达成这次的任务 好 而王麒麟的爸爸 跟家人们 则是全程守在电视机前面 替林洋佩来加油打气 我们继续来听王爸爸 其实我们家里 只剩下我们夫妇 他妈妈本来心脏很小 这个都不敢看 不过他今天到第二局以后 第一局输了以后 有跑出来偷看 大概所以你要讲究究 我又不太会欢呼 老了呼不出来 所以是妈哥心里默默这样加油 是 那接下来有没有打算说 因为像是两个家人 好像有到巴黎去 梁他爸爸已经去了 那家兄 目前在英国威尔斯教书 他要买机票 他的学生也都帮他安排 他明天要去看冠金山 所以希望会让他们希望在巴黎 感觉有点像当主场的感觉 这样子 是 这很重要 很重要 现场那个黄沐通过是被盖过去 像今天就有点像是他们 没有啊 像这个早上你们记者有问 我说通常那个太吵雜 什么这个管理单位他们要负责 他们不管自己 就球员自己要负责 自己要去适应 自己要去调整 谁能够调整好 谁就赢了 是 好我们继续来看奥运全集 国手林玉庭 面对性别之一的声浪 自信回应 他说这只会让他觉得 对手很怕他的实力 他会在场上更好的 全部发挥出来 自信微笑 面对性别之音声浪 林玉庭丝毫没被影响 因为这恐怕是对手 真的很怕他 这样我们都站出来要比赛 那其实这些风雨 当然我也可以理所当然的 是视为说 可能是对手可能会太怕 惧怕我们实力 所以就是拿一些 对毛病拿到出来 挑就是做文章 面对镜头坚定回应 林玉庭已经到达巴黎 要迎接二号晚间首场战役 她的社群媒体 早就山光全心备战 收到蛮多 蛮多就是亲朋好友的私讯了 那我也只想跟他们说 就是不用担心我 我很好 国际奥委会也发声明 要停止网络暴力 表示去年国际全集学会IBA 在世锦赛未经任何正当情绪状况 突然取消他的资格 这决定是由IBA 秘书长兼执行长独自做出 现在对于运动员的攻击 完全是基于这种武断的决定 但这决定完全没有任何正当城市 令挺林玉庭 体育署也出声 尽管外头风风雨雨 面对歧视言论网路霸凌 林玉庭仍勇敢地把质疑 化成力量 全力奋战 TVBS采访团队 法国巴黎采访不到 好的 林玉庭即将要代表 我国出战 那么虽然在赛前 饱受外界质疑 她的性别问题 不过现在相关单位 都已经出示文件 证明了林玉庭的性别 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交给 蓝玉铭与姓凯 视频主播为您持续锁定 巴黎奥运赛事的最新消息 来看到女子全棋赛的部分 我国好手林玉庭 即将要在16强赛来登场 可以看到林玉庭 真的是非常的令人心疼 因为在出赛之前 不断地饱受外界 所质疑她的性别疑虑 就连这个国际小说 知名作家JK Rowling 也特别说到了 好像对她这个性别 提出了一些质疑 但是现在包含说 国际全场还有奥会 都已经提出了相关证明 也证实她的性别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稍早之前 也有问到林玉庭 她是说了 她完全不会在乎 别人怎么样去看待她 甚至认为 这是别人给她的一个 可能是想要用一些 心理战术来影响她 而且她来到这里 就是全心专注的来比赛 甚至把全部的社群软体 都删掉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林玉庭的决心 而且我们也看过了 很多的证实资料 已经证实了 她就是一个没有问题 而且是可以出赛 女子赛事的一个人 所以现在外界 不断地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质疑她 但现实乱包含像是国际 还有像是我们的奥会 还有体育署 都已经做出了说明 这样的一个身份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抛开了这一律 我们要回到场上 我们也希望林玉庭 现在世气正好 我们要给她信心 群体国人 一起为林玉庭加油 希望她能够闯到 后面的赛事 用手动的力量 来为自己说话 以上就是巴黎的最新连线 我们继续来看的是 射箭混双项目 雷姆雷千银 搭配初次征战奥运的戴宇轩 不过首战就遇上 强敌南韩 即使前两局被对手收下 不过第三第四局 他们还是有几起直追 甚至第四局 连射四支的十分剑 但是最终在加设环节 还是以19比20席败 目前射箭项目 只剩下雷千银的个人赛 还在持续挺进当中 雷姆雷千银 四度征战奥运 才刚在个人射箭赛中 击退世界第一 几近十六强 接着就带着首度挑战 五环殿堂的戴宇轩 挑战混双 但首战遇上大魔王 南韩队 雷姆一开始射出十分剑 但首局以赛数比赛期吞败 第二局也不稳 到了第三局 才开始反攻 对手出现失误 第四局连续四支十分剑 轻松收下比赛到了加射环节 临时纪念是射出十分剑 雷千银九分咬住 但金优正在射出一支十分 就算戴宇轩有跟上 但最后混双组合 还是以四比五洗败韩国 我觉得是相当满意的 虽然最后加射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但其实我们一直有 照着自己的一个计划跟步调 慢慢的调整到最后 然后其实也让他们 感觉到很有压力 我们也是达到了加射 虽然可能分数上面 可能差一点点 但我觉得我们已经 做出一个最完美的表现 尽力完成不留遗憾 毕竟对方真的太强 林世健今年才21岁 排名赛694分 就刷新奥运跟市井赛记录 也拿下团体金牌 而三朝元老金优正 更是连续三届都有金牌 只是魂双失利 戴宇轩战机也停在射箭 世界杯男团一银一头 而雷姆则是李悦奥运 亚运团体铜牌跟亚运的团体银牌 这个差一点点让我们之后 未来就是在练习或是调整的时候 在自己去思考要怎么样 可以让自己的表现能够像韩国这样 甚至比韩国更强 台湾世界好手 从男团男子个人到女团 到混双全都止步无缘晋级 现在就只剩下雷谦赢的个人赛 接下来将在台湾时间8月3号下午3点56分 又会再度碰上南韩队 会对决在女团赛事中也交手过的全勋英 雷姆力拼要稳住脚步站上颁奖台 提前辈的新闻 像韩恩琪才19岁就要挑战200米混合式 游出分组第二却遭判时隔 高挑纤细走投身完美比例 有着名模身材的她 就是这次奥运国手张伯雅 五官深邃 双眼皮 鼻子高挺 精致亮意的外形 让她在赛场上更引人注目 今年才21岁的张伯雅 是花莲光复乡的阿美族 父母都曾是田径选手 国小二年级就接触田径 小六就得全小井第二 国小加进京计较辛苦 在学校完成功课 训练一结束就要赶回家 照顾年幼弟妹 国三曾经因为幼稚骨折 还是奋力拼搏 让她人不放弃 她在2020年台中全中井 100公尺跨篮准决赛 甚至因为摔倒瞬间昏迷送医 但她的启蒙教练曹建国 要她别放弃 她继续比各种比赛努力参赛 100公尺最佳记录 最迅速只有11秒7 这次她以外卡身份 首次登上奥运殿堂 尽管不是她专攻了 100公尺跨篮 而是100公尺 但预赛就跑出 11秒99 名列分组第三 直接晋级第一轮 第一轮则较出 11秒88 刷新个人本季最佳成绩 名列分组第九 奥运也在同一天比赛的 美少女 还有19岁的游泳选手 韩安琪 挑战200公尺 个人混合式 她是台美混血儿 6岁开始游泳 13岁全中运 200公尺金牌 现在在美国德州大学 奥斯丁分校读书 也参加游泳跳水队 今年6月 她还参加中阵杯 100公尺自由式 100公尺碟式双破纪录 也取得奥运资格 超新星出登奥运 二号晚间迎来首战 但韩安琪 预赛游出 2分13秒97 原本名列分组第二 却因为犯规时隔 提问新闻中用的 曹正人综合不到 台湾好手们 征战奥运 最大团的射击代表队 那么多达8人 史上最多 虽然不定向飞把 还有10公尺的空气手枪 接连失利 但在25公尺手枪 吴佳颖跟田家珍 在慢射阶段 拿下了36名跟15名 力拼要在快射阶段追分 几近前8名才能晋级 至于台湾首度 取得资格的定向飞把 林梦远首日资格赛 首轮满把 第二轮则是错失 一个目标物 你好好 精准涉及 证件被吴佳颖 8年前首度征战五环殿堂 到现在已经三度扣关 25公尺手枪 慢射资格赛当中 却只拿下280分 排名36 我的年纪好像 好像也没什么不同 有沮丹过 但是没有真的放弃过 这样子 对 但是可能就是会 用其他方式去 调试心态吧 过去吴佳颖 在10公尺空气手枪 2006年19名 冬奥进步到16名 25公尺手枪 在2021以第五名的成期 刷新个人跟队史记录 而队友 田家珍奥运个人最佳成绩 也在冬奥25公尺手枪 拿下第八 这回已经是40岁三度 征战奥运 慢射拿下290分 位居15 接续还有快设 立平几进 前八晋级 顺其自然 对 就觉得 就是发挥平常训练 最好的状态 去几进决赛 那剩下就是一样 听天命了 而台湾第一个拿下 定向非把资格的李孟远 严厉下目标 要拿下122分 但在首日的资格赛中 首轮满把 但第二轮错是一个目标 总排名要前六才能晋级 不紧张骗人的 对 就是 我看能不能把紧张 转换成兴奋 转换成一个挑战 这样子对 这样去我就不会说 好像我一定要拿牌一样 林孟远从幼稚园 开始设计16岁 初战广州亚运 中间一度放弃 2015年才重返赛场 不过今年设计8人 已经是最大团 却纷纷失利 除了吴家颖 天嘉珍跟林孟远 杨昏币第12名 女子不定向非把 止步25跟26 10公尺空气手枪 最好成绩 只有13名 选手现在 严厉拼要拉高分数 让最大团 留下奖牌 提议片新闻 亮男嘉体 台北藏播动 而安玛王子 李志凯 季亚警赛失利 无缘奥运门票之后 今天首度公开露面 被视为巴黎奥运 最大遗住的他 坦言很难过 还有努力的空间 说有机会的话 也将备战 2026的民谷乌亚运 有着安玛王子称号的 28岁台湾体操好手李志凯 现身首期活动 担任大使 意外跟好兄弟 林阳配的 人形立牌合体 前几天的李昂跟麒麟 其实印象非常深刻 尤其大家都有看到 其实他躺着 就是有些人会开玩笑 躺着赢 但是我相信 这也是他们平常 在训练的一个技巧之一 回顾李志凯 在上届冬奥 男子安玛夺下赢牌 2024年 由于雅锦赛失利 无缘征战巴黎奥运 被视为最大遗珠 不过李志凯 依旧在台湾 熬夜追比赛 替每位选手加油 也很难过 但可是我觉得 就是还是有 努力的空间 这是很可惜 自己没有办法 亲身前往奥运的现场 但是可是大家的心 其实是细在一起的 看到台湾羽球异姐 戴滋颖迎来最后一舞 李志凯也直呼 小戴虽然带着伤 但不放弃的精神 让他感同身受 都看到哭了 不过外界更好奇 李志凯是否有将目标 指向下届奥运 李志凯表示 最重要的是 先把自己的身体状况 调整好 伤势养好 再出发 各界也期盼 再度看见李志凯 在安马上回旋 替台争光 TV的新闻 吴可言刘轩 台北策划到 巴黎奥运一连串的赛事 都在进行当中 包含了高尔夫球 跟拳击都是 尤其是拳击吴诗盈 已经确定拿下了 本届台湾的第一面奖牌了 更多的赛事消息 我们继续再交给于明 那我们来持续看到 后面还有很多 中华队的赛事在进行 现在在高球赛事 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回合 也就是潘振崇 跟于俊安的第二回合 而且接下来 还有第三回合要来进行 我们都知道高球 其实在上届冬奥的时候 我们是有拿下 同牌的好成绩 这一次来到巴黎赛场 对这些选手来说 也并不陌生 因为欧洲赛场 其实他们非常的熟悉 也希望能够把握机会 继续把成绩往上推进 能够争取更好的成绩 另外刚才讲到 全棋赛事除了林玉婷之外 我国目前确定 第一排进仗的就是吴时宜了 因为吴时宜已经闯到了四强战 那根据全棋的规定 进到前四强就是保底同牌 所以下一场比赛 他只要能够继续来 赢下这样比赛的话 就有机会来挑战 本届第一面金牌 现在林洋佩还有吴时宜 都在一起努力 就看看谁能够争取更高的荣耀 吴时宜现在已经争取掉 本届中华第一面牌了 目前确定至少同牌 当然我们希望把这个橙色 往上来提升 那他的教练 科教练也特别提到 就是说在这个比赛之前 我们尽量都不要去打扰到选手 让他可以完整耐心 专心的来准备比赛赛事 但是我们的团队 会持续的为你锁定 每一场比赛的最新报道分析 也希望国人一起为 在巴黎的中华健额 加油打气 主播 法国勇将马尔上 一个晚上拿下两面金牌 法国民众直呼 他的勇术简直像变魔术一样 速度快的像火箭 不过英国一名勇将 在洋式项目预赛冲到第一 正准备庆贺的时候 却被告知违规 遭到淘汰 原来奥运勇赛规定 要有部分的身体露出水面 高举国旗激动狂欢 东道主法国 一个晚上两面金牌入带 用吃小王子马尔上 登上各大豹头版 他才刚拿下巴黎奥运 四百公尺混合式游泳金牌 出战两百公尺碟式 以及挖式决赛 又连拿两面金牌 观众席还到最高点 Léon Marchand 这非常棒 两竞争 两竞争 我们浮动了 这很奇妙 尤其是第一竞争 这很奇妙 我们在家里 这很棒 这是一枪 确实有很多工作 有很多精力 这很棒 我觉得很棒 让所有的美国 所有的美国 都在背后 另一边 两百公尺仰视玉赛 上演戏剧化情节 英国勇将格林班克 双手抱头 情绪崩溃 上一秒 他以一分五十六秒的成绩 排名第一完赛 还沉浸在即将晋级的喜悦 就被告知违规 因为没有遵守比赛过程中 必须有部分身体露出水面的规定 惨遭淘汰 心情瞬间从天堂掉到地狱 而刚在女子一百公尺 蝶泳摘金的美国华语女泳将 简爱 在女子一百米自由泳决赛 以零点一三秒之差 落后瑞典选手 躲下银牌 赛场上总是几家欢乐 几家仇 女子捉球单打八强赛 是日韩大对决 南韩二十岁天才桌球少女 沈玉冰 交手日本二十四岁桌球女将 平衍梅宇 两方势均力敌 三比三拼到最后一刻 最终由南韩夺下冠军宝座 沈玉冰袭击而泣 落败的日本选手 平衍梅宇 则是忍不住嚎啕大哭 激战过后 一起泪洒战场 第一遍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巴黎奥运的选手村 却惊传接连遭窃 目前八起案件通报中 有五件都是窃盗 国际奥委会表示 他们已经安装了 180只的监视器 要确保选手安全 另外美国体操女王拜尔斯 因为嫌弃选手村的食物 也引起奥委会的关切 他们表示奥运村的饮食 已经做了部分调整 巴黎街头屡见顺手牵羊 窃贼多早不是新闻 但连奥运选手村都遭殃 传出日本七人制 橄榄球队选手 放在选手村内的婚戒等 私人物品价值超过台币 十万元全都不翼而非 但连人诟病的不光这个 身为美食王国 奥运村伙食也被嫌弃 还看到有选手不得已叫外送 不少人抱怨餐厅 人挤人甚至食物根本不够吃 美国体操女王拜尔斯 一次闲餐不够好 但随后体操对教练搞笑发文 说最热门的巧克力可送 已经送到她面前 澳委会回应餐食已做调整 会额外提供六百多吨的农产品 另外当地周四晚间又下暴雨 就担心塞纳和水质再度恶化 影响后续比赛 TVB的新闻通道 事实上不止法国 到这个欧洲旅游 都要小心欧洲当地的爬手集团 蓝盛盛的这位女子是在做什么 光天花日下 民众募集爬手集团下手行窃 就在意大利的威尼斯路上 但还没偷成就被拍下来 也被开玩笑说应该是实习生吧 没偷到还被慢动作分析 这名女子先靠近前方路人 左手假装拿地图挡着 右手直接下手行窃 当地包车业者不会演 每天都在上演 你可能想说天哪 那到底该怎么办 在欧美国家搭长途火车 拖着大型行李 总不能放座位边 达人就提醒 视线不能离开他 得随时留意 还有就是在路上 遇到有孩子来问问题 也得特别注意 很可能就有别人靠近 偷你东西 甚至到精品店购物 到餐厅用餐 随身物品也会陷入被偷风险 以及自驾旅游 公路上轮胎 可能会被故意刺破 爬手集团 假借帮忙趁机省切 以及就是有行李 千万别让他 独自留在车上 出国旅游 应该都听过这样的提醒 包包背在后面 是大家的 背在旁边 是跟爬手共用 正确应该要往前背 才会比较安全 像是包包往前背 钱包不要放口袋 背包要找有按带 有拉链 这些老掉牙的提醒 真的都很重要 另外还有像是 所谓的幸运神党 可能靠近你 靠近的时候 他就把你的绳子 直接绑在你的手上 强迫你要去付 这个绳子的费用 尤其现在正值巴以奥运 不少游客到欧洲观光 不管是走在路上 还是进到室内 随身物品都得特别留意 TVBS新闻想的一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